提起吴梦达 你最先想到的是哪个角色 是流浪地球中的高级驾驶员韩子昂 是陶穴威龙中的中岸之虎曹达华 还是楚留乡传奇中的胡铁花 说起吴梦达的演艺之路和大部分人一样 都是报考无线电视议员培训班开始的 虽然培训期间吴梦达成绩优异 但是毕业后进入剧组 一样免不了跑龙套的命运 直到1979年 吴梦达出演《楚留乡传奇》中的胡铁花 在他迎来了四年的龙套生涯后 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吴梦达曾经坦言 自己演戏纯粹是因为来钱快 报着这个想法 成名之后的吴梦达开始志得意满 TVB三个月的假期 吴梦达敢让TVB等他一年 而在这期间他开始酗酒赌博 直到1980年 吴梦达欠下30万的赌债 同一时间 TVB将他血藏 去年还风光无限的胡铁花 瞬间跌落谷底 而绝望之际的吴梦达想过自杀 有时候善与恶只在一念之间 而浪子回头只在一个转身 想明白的吴梦达开始重返TVB片场 演不了主角 那就演配角 配角没有 那就跑龙套 实在不行 趴底下演尸体 而标志着重新开始的证明 就是从那以后 吴梦达演戏不要剧本 他主演的台词不会错 你的台词 吴梦达一样记得住 导演可以随时改台词 吴梦达永远可以达到标准 就这样一边跑龙套 一边研究演技 喜剧之王中周星驰 看演员的自我修养的桥段 正是吴梦达当初的写照 凭借自身的努力 吴梦达开始改革换面 从最开始四处求人找角色 到后来大家都抢着跟他合作 吴梦达不仅重新证明了自己 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1990年 陈沐胜拍摄天若有情 导演对于男女主的人选 并没有那么伤心 而最先确定的事情 是一定要吴梦达来演泰宝 事实证明 陈沐胜是对的 1991年第十届金像奖典礼 吴梦达获得最佳男配角奖 这是吴梦达第一次拿奖 也是生平唯一一次拿最佳男配角 当主持人宣布获奖名单时 身为自己的吴梦达 却不在现场 千万不要误会 此时的吴梦达并没有赌博 而是在拍摄周星驰的陶学威龙 1990年 刘震为一部赌胜 不仅捧红了周星驰 也让曾经的胡铁花少侠 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演艺方向 那段时间 吴梦达与周星驰强强联手 从桃雪威龙到九品芝麻关 从武装业苏起儿到少林足球 从食神到喜剧之王 拍一部火一部 每一个都是永远的经典 有人说吴梦达拍周星驰的戏 压根不需要演技 永远复合主角就好了 可是鲜花也需要绿叶的陪衬 同样是吴梦达 同样的笑 表达的意思却是天差地别 武装业苏起儿中的笑 是吴梦达作为老爹 对于儿子无限制溺爱的笑 是一种洒脱 一切看淡的豁达 同时也是苦中作乐的情绪 食神中的反派 也是从头到尾的笑 而那一脸的笑意 更多的是躲藏在 金丝眼睛后的算计 是为食神羞辱后 用笑容强压心中的怒火 在阴谋得逞后 脸上浮现的则是猖狂的笑意 同样是吴梦达 同样的失意 破坏之王中的达叔 因为比赛失利自甘堕落 但是科蒙拐片中 永远都是一副 高高在上的模样 可是在功力的背后 却有着一丝丝人性觉醒 少林足球中的黄金右脚 同样的少年得志 如今失意 但你永远不会把魔鬼金肉人 与黄金右脚冲叠 吴梦达曾经说过 他与周星驰有机会还会合作 可是人已离去 有些事终究无法实现 虽然吴梦达与周星驰 最后没能再合作一部电影 但是吴梦达在晚年 却找到了一个最符合他的角色 那就是高级驾驶员 韩紫昂 吴梦达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 《流浪地球》中的韩紫昂 是他最拿得出手的电影 虽然拍了很多很多人戏 如果要说一句真话 这也算是真的可以拿得出手的 一个电影 但是这句话不是说 其他的电影角色拿不出手 只不过《流浪地球》中的韩紫昂 终于不用刻意办丑了 王金曾经说过 一个喜剧演员 晚年最大的困境 就是无法面对自己 不能像年轻的时候去取悦观众 不是 就是到了一个年龄 你就做不了以前年轻人做的那些事 刘多华更是坦言 再也没有哪个角色 比韩紫昂更适合吴梦达 还是觉得 那么多年下来 《流浪地球》里面的 那个是 是一个我认为 我认为完全是他 处于他的一个角度 事实上 吴梦达最开始接到剧本 并没有直接答应 他以为《流浪地球》 又是什么好莱坞不要的本子 拿来骗钱的 但是仔细观看剧本后 开始重视起来 几番深思熟虑后 决定为中国科幻做一份贡献 当时的吴梦达已经是60多的高龄 每天穿戴沉重的设备进行拍摄 由于身体原因 没走几步 就需要停下来吸氧休息 然而即便再苦再累 吴梦达也从未想过放弃 依旧坚持拍摄所有的戏份 或许吴梦达演了大半辈子的喜剧 在荧幕上半丑 学了一批又一批的观众 到最后出演《流浪地球》 这朵绿叶终于当了一次鲜花 这一次高级驾驶员韩子王 成为了真正的主角